你别急 咱们到了 这里就是茅丁镇 啊 熟悉的景色 走吧 当心点脚下 我很久没回来过了 里头怕是有不少怪物 这里什么也看不到 找个糕点的地方观望一下吧 我去找个糕点的地方 那边 远处山坡上的那幢房子 就是纳塔莎以前的孤儿院 奥猎阁大叔捡到我以后 就把我送到了那里 我童年那一大半时间 都是在孤儿院里过的 听纳塔莎说 那座房子是从前某位富商捐赠的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 肯定是个大好人 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现在想想还真怀念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哑巴了吗 不 我只是觉得有点熟悉 没事 怪人 你们往下看 看到那些杂乱的摊位了吗 那是卯丁镇的集市广场 纳塔莎想要的物资 估计就对放在那儿 小心怪物 继续前进吧 小心 且没有敌人 这些家伙可不是流浪者 他们不会 你不用把我当新手 我很熟悉猎界里的怪物 准备好了 就动手吧 终结吧 后悔已经迟了 算我出来 算你们运气不好 要开始了 这次咱可没拖后腿 这是餐厅 嗯 镇上口碑最好的一家 纳塔会带表现好的孩子 来改善伙食 那 他带你来过吗 我像那种乖小孩吗 当然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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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车轩 这首歌送给你 跟上我 你的招呼 即不可施 再承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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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己的意志,抵達結局吧。 這裡的設備好像維護得不錯,不像被遺棄很久的樣子。 被你這麼一說,好像確實有點。難道這陣子還有人住?不可能啊。 那邊堆了好多貨箱,可能有我們想找的東西。 小心周圍的怪物,有必要的話,先把這片區域清理乾淨再說。 後悔已經遲了。 準備好釋放自己了嗎?反抗,搖擺,沉淪。 對,搖擺,搖擺。 搖擺,搖擺。 搖擺,搖擺,搖擺。 搖擺,搖擺。 生死虛實,一念之間。動天幻化,長夢一絕。 搖擺,搖擺。 mouse 。 小size on the Elephant bar 攻場的人還不少,哈哈。 该死 怎么全是空的 怪物还会翻箱子吗 烈结生物不需要人类的物资 它们抢东西也不会这么 有礼貌 你的意思是 有人抢先我们一步 只是猜测 瞧 这边的地上还有踩踏的痕迹 泥土的味道还很新鲜 对方应该没离开太久 走 就算把这片市集翻个底朝天 也得把东西找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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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你们都管闲事 我本来马上就能逃走了 根本用不着大人帮忙 还是这么嘴硬 那你倒是说说 你打算怎么当着怪物的面 带走几大捆钢板啊 这 这个 总 总会有办法的 你不用跟他客气 这小鬼是出了名的毛贼 没记错的话 你这衣服也是从其他孩子那儿偷来的吧 那 那是 说真的 你要钢板跟纱布有什么用 我们可是要拿他们救人的 两百 哈 两百东城顿 我没听错吧 你居然还想谈条件 不断 不断 但我身上没带着钱包 你还真打算给他钱呢 都跟你说了 这是他的惯用伎俩 这 才不是 这回不一样 我需要钱 因为老爹他 又把你老爹搬出来当挡箭牌 要是让他知道你总这么干 准没你好果子吃 汐儿 够了 别再说了 埃里克 对吧 这个给你 拿着 说 说是 这是一枚奖章 祝成者授予我的 看见中间这块蓝色的石头了吗 那是纯度最高的地髓洁精 你是因为家人的原因才需要钱 对吧 拿着它 稍微有点见识的买家 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价值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我 但是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再也不准偷别人的东西了 能做到吗 我 我知道了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偷东西了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如果食言的话 我会亲自带铁卫来抓你哦 奖章收好 赶紧回镇上去吧 路上的障碍 我们已经清理干净了 这 谢谢你 不知道名字的姐姐 这些东西 你们都拿去吧 你们 你们也要小心 高处的房子那里 好像有很可怕的东西 哦 对了 市集正面的路被堵住了 你们要接着往前的话 得从商店街绕路才行 嗯 我们知道了 多谢提醒 那玩意儿 对你来说挺贵重的吧 就这么送给埃里克 没关系吗 如果能让她彻底改过 付出这点代价 算不了什么 万一她还是没有悔改呢 从小到大 母亲一直教我宽容 教我存护人们内心的善意 哪怕自身只是一缕微光 也要努力照亮他人 我得给她这个机会 希儿 因为别人给不了她 你说话可真难懂 咱们接着赶路吧 对 埃里克说 继续前进的话 得从商店街绕路 我还隐约有点印象 往这边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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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这条路 我没记错 顺着他走下去 尽头就是孤儿院了 这些店铺和招牌 总觉得我以前见过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从这里上去就到孤儿院的入口了 不知道那里变成什么样了 说不定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景象 这些阶梯 怎么回事吗 重头戏来了 知道我是谁吗 这么大的算石 送给你 捧场的人还不少 跟上我 急不可施 拿恩戴德巴 我无意挑起成端 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 反抗 摇摆 沉沦 半天砖 破灰已经迟了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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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过 不过 我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 就快到了 没想到这里保存的还算完整 要是当时大家就能团结起来对抗猎戒 说不定我们不用这么快就抛弃家园 我们到了 居然已经隔了这么久了 这里倒是一点都没变 前面好像堆了很多杂物 过去看看有没有纳塔需要的酒精吧 这些箱子已经放在这儿好多年了吧 确定里面还有能用的物资吗 你该不会以为下层去的人还会在乎保质期吧 有的用就不错了 没有 没有 空的 怎么全是空的 到底是谁 小心 背后有敌人 我只在禁区前线见过这种怪物 管你是谁 居然敢从背后偷袭 我可不会放过你 切记冲动行尸 这首歌送给你 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 反抗 摇摆 沉沦 生死虚实 引动天幻化 沉梦一绝 哇 规则 就是用来打破的 跟上我 速赚速决吧 哼 啊 哼 哼 哼 捧场的人还不少 尖叫呢 哼哼哼 要开始了 哟 感恩戴德吧 你不能用上 这首歌送给你 跟上我 速赚速决吧 准备好释放自己了 反抗 摇摆 沉沦 看什么看 雅 要开始了 规则 就是用来打破的 尖叫呢 不痛不痒 是我 输了 把这些箱子 已经放在这儿好多年了吧 确定里面还有能用的物资吗 切记冲动行事 跟上我 赶我出场啦 速战速决吧 我无意挑起争断 偶尔也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争斗并无意义 算你们运气不好 你再打 捧场的人还不少 造起来 赶我出场啦 准备好释放自己反抗 摇摆 沉沦 还差不上 偶尔也该认真一下 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生死虚实 一念之间 动天幻化 长梦一绝 即不可施 规则 就是用来打破 算你们运气不好 我无意挑起争断 这首歌送给你 赶我出场啦 造起来 以啊 不过如此嘛 我一个人也应付得来啊 不过 跟你们一块儿战斗 确实很痛快就是了 这下周围应该就清静了 我们接着到里面找找吧 那边的角落里 我依稀记得有些存货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户外打闹 皮外伤是常有的事 但愿物资没被刚才那家伙毁掉 不是幻觉 你在说啥 这幢建筑 还有这些小孩子的游异设施 那我见过 少来 上下曾封锁十来年 一个营宗铁卫也没下来过 你这样的大小姐光临弟弟 那绝对是个大行为 等会儿 难道在那之前 有这个可能性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什么我的记忆这么模糊 走吧 我得再多看看周围才能确定 小心 不要再装装 我看了 你怎么办 有医师 好 只剩这里没找了 但愿我没记错 这是 找到了 太棒了 几乎完好无损 那他估计也想不到吧 他几年前存放的物资 居然保存得这么好 酒精这种东西 还是检查下保质期吧 如果过期了就没什么效用了 说的也是 那我拿几瓶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 我小时候的东西 你 你小时候 你确定吗 我现在记起来了 我以前 住在这里 就在助成者将我带走 可可利亚大人收养我之前 我住在这里 我 是下层去的人 你是 下层去人 不对 你说可可利亚 你是那个大守护者的养女 那 是的 我是住成者指定的继承人 将来 我会成为领导贝洛伯格的守护者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想起来 小时候的记忆 好模糊 不 母亲不会那么对我的 绝对不会 住成者们说过 对守护者继承人的挑选 会在整个贝洛伯格范围内进行 过程短则几年 长则数十年 这段时间里 上下层区每个到了年纪的孩子 都会接受测试 最终 只有一个拥有资格的孩子 会被选中 我好像 就是在这里被选中 然后被带上地面的 孤儿院的孩子总是来来去去 真没想到 我们中居然出了个未来的大守护者 那他知道这是吗 难道他一直瞒着 我不觉得他知道 守护者继承人的选拔 是绝对的机密 被选中的孩子 必须完全告别过去 所以我才会成为 可可利亚大人的女儿 除了下一任守护者 我没有别的身份 但我 我差得太远了 我每天都目睹铁卫战士在猎戒里牺牲 却始终下不定决心 改变母亲大人的想法 我明明知道下层区在受苦 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曾经的家园 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却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到头来 我什么都守护不了 这样的我为什么会被选中 我怎么能胜任 喂 你说够了没有啊 哭哭唧唧的 吵死了 我 干嘛 自我感动几句 以为我会同情你吗 你可以躲在宫殿里胡思乱想 上前线也不用拿自己的命去赌 可下层去的人呢 有上顿没下顿 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哪怕自身只是伴侣微光 也要照亮他人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不是想保护所有人吗 比起在这儿哭哭啼啼 你就没有更要紧的事做了吗 的确 自怜自医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谢谢你 汐儿 通常我先进负面思绪的时候 旁边总是安抚的声音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 直接把我敲醒 安抚我不会 打醒你 要几次都行 我一看就知道 你心里的包袱太重了 干嘛把自己逼到那种地步啊 身为贝洛伯格未来的守护者 我必须随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是是是 大小姐 未来的大守护者 竟然和我出生同一个孤儿院 真是孽缘 哎 要不要我带你在孤儿院周围转转 跟你不一样 小时候的事 我可都记得一清二楚 嗯 那我就稍微陪你走神一下会儿吧 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 还是让那两个人独处一会儿吧 要找的只剩下止痛剂了 在附近找找吧 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 要找的只剩下止痛剂了 嗯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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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